如果美国进攻俄罗斯 美国有胜算吗 它会选择在哪些国家作为注点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德国法国不会主动招惹俄罗斯 美国最有可能选择的国家是波罗的海几个小国 波罗的海国家的港口设施和机场离俄罗斯太近了 是优势也是劣势 如果要在波罗的海对俄罗斯发动攻击 美国有几种工具可以选择 第一个是B2隐形轰炸机 它是美国唯一的隐形飞机 没有垂直表面 可以击败远程跟踪雷达 俄罗斯战斗机到达时 B2隐形轰炸机会让干扰俄罗斯远程雷达和通信节点 这是美国B2隐形舰队的第一个目标 然后配备防区外攻击的B-51轰炸机 向俄罗斯机场发射导弹并摧毁固定的沙地 此前美国有过这样的作战先例 当时美国和盟国在数小时内摧毁了世界第二的苏联建造的防空网络 紧跟着出动F-35战斗机 摧毁俄罗斯东部边境的空军基地和铁路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机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铁路 铁路是美国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 F-35虽然是第五代战机 但隐身性能远不及向B2轰炸机 并且必须更靠近目标才能发起攻击 所以F-35随时都有被俄罗斯击落的可能 为了拦截俄罗斯战机 美国会派出F-22战斗机 F-22战斗机可以在超视距范围内从高空中突袭俄罗斯战斗机 但还是无法保证能拦截成功 美国在袭击中也会失去几架F-35和第四代战机 俄罗斯有能力捍卫西部边界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地面人员也会抓紧抢修铁路 但这些都会受到美国空军不断的袭击 因为铁路的中断 俄罗斯地面力量无法充分发挥实力 美国的爱布拉姆第三代主战坦克会参与地面作战 俄罗斯坦克部队在乌克兰的战斗中消耗很多 面对爱布拉姆坦克没有优势 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空军会攻击美国的爱布拉姆主战坦克 作为回应 美国可能会用阿帕奇直升机冲入俄罗斯防线 阿帕奇或A石油株等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一起工作时 在在激烈的空中突击下 俄罗斯地面部队可能无法抵御 美军有机会深入乌克兰境内 增援该国东部的乌克兰部队 美国军队是世界上网络化程度最高的军队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 它使用了大量的智能武器 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跟踪俄罗斯军队 俄罗斯军队在整个东部战线可能会暂时撤退 美国不断地在空中用导弹攻击 但要消耗严重 需要返回补给 这位俄罗斯留下了一些时间来反击 俄罗斯有一支非常强悍的炮兵部队 俄罗斯炮兵和对地攻击机会相互配合夺回阵地 美国会遭受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损失 一部分美军会进入波罗的海国家临时补给 俄罗斯会在波罗的海边界沿线防御地区拦截美军 美国不得不抽掉一部分五代战机在空中掩护 进入立陶宛和波兰的美军会向白俄罗斯推进 派遣支援的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受到激烈的空袭 一时之间无法感到 白俄罗斯可能会有一部分领土被美军占领 为了抵抗美军 俄罗斯实行全国动员 因为美国参战 俄罗斯反战运动获得相当大的动力 俄方得到更多的战斗力 在此过程中美国远离本土可能会造成数千美军伤亡 除了B2轰炸机 其中约有一半的硬件会遭到严重性的破坏 但是美国的国防生产在美国本土 波罗的海国家没有实力帮他们修复 进攻俄罗斯将花费美国大量的军事硬件 美国专注于先进武器 常规力量与俄罗斯相比没有什么优势 美国民用制造业不适合战时武器生产 随着时间推延 先进武器得不到补充 常规武器慢慢消耗殆尽 美军在波罗的海的优势渐渐丧失 随着俄罗斯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 渐渐夺回主场优势 美国远渡重洋袭击俄罗斯 在舆论上说不过去 在没有人民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军 根本无法成功入侵俄罗斯并且击败它 面临俄罗斯随时都有可能的反击 美国将会被动地保护其国土免受核攻击